12月代上映电影《李线刘浩然新片诱人,可我压》这部现实片汇报 在国庆档的热片结束延期上映之后,随之而来的就是年底跨岁档的12月代上映的新片中,佳作也是不少的 而且,还真的存在有望比肩长津湖的作品 目前确定下来,打头阵的,将会是雷佳音李线主演的《古董局中局》 原著作者是资本市场较爱的马伯雍,他笔下的故事影视化之后的成绩都挺不错的,12时辰高达8.2分,风起洛阳魏波鲜火 电影两位主演,雷佳音多次出演悬疑题材,经验丰富 今年出演的悬崖之上已被送审奥斯卡,刺杀小说家也拿下了超10亿的票房,目前个人累计票房已破200亿 另一位男主李线去年上线一部赤湖书生,成绩不太理想,仅收获1.85亿,但他线男友的红利加持还在继续 新片与老前辈合作,预告李再度展现硬汉面貌,这股玩世界,由他们俩开启 刘浩然周冬雨的《威情》电影《平原上的火焰》是12月里大众比较期待的感情片 女主在千古绝尘虽然被群巢不像是三界主神,但她稚气的脸蛋在这部电影中,是配度很高 与刘浩然演艺情侣毫不违和,两人的爱情牵扯太多,悬案,血腥等元素,将电影期待值拉高 就算李线刘浩然的新片很诱人,就目前的总体热度而言,谁会问鼎12月票房冠军,小编压的宝室穿过寒冬拥抱你 这部电影实在是大咖云集名场面,对手电影的主演周冬雨在本片中也有出演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困难时期的世间百相 就题材而言,是不缺少受众的,路人盘就赢得太多 火是会火的,爆的可能性也大,期待上映